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跟她现在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但是呢就是由于她生活在大家庭姊妹比较多 所以她大家庭给我们造成的小家庭的矛盾呢也非常的大 从结婚到生孩子到目前为止 她作为就是我和她大家庭的协调人 应该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协调好 但是她现在呢却没有协调好 就好像是一个偏评 我跟她之间呢在这个平衡点现在已经失调了 如果现在再不解决问题的话 将来我不知道我的婚姻何去何从 看来妻子对丈夫有些抱怨 似乎这个男人呢没有协调好 妻子和自己背后大家庭之间的问题 来认识一下有些困惑的两位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邓先生39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邓女士38岁来自辽宁也是一名工人 有请有请两位 对丈夫有些不满 是的 你们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结婚16年了 在这16年里呢我跟她也可以说走过风风雨雨吧 但是呢她在我和她这个大家庭中呢她忽略了我们母女 无论任何事情她都偏向她那个大家庭 然后来说啊你作为媳妇你必须忍 她说这个事情吧有些事情不是说像她说那个样子的 她老认为我这个像在家里边不像在这个小家庭 对我来说我哪边都被偏袒 你总是这么说咱们不说远的咱们就说近的 近年初的时候你弟弟说买房子然后给二老住 他拿钱那他为什么超我借钱呢 借钱这个事首先我兄弟吧条件也不那么特好对不对 你钱不够所以跟我说一声这很正常 咱们拿钱很正常点是不正常 我怎么没听懂啊就爸妈要住楼房 你们哥俩都拿钱就完了干嘛弟弟拿钱还跟你借呀 是这样的我小叔子跟我婆婆是这么说的 说妈我买房子孝敬您二老 但是呢他呢超我借钱超我借钱也行 小叔子你跟我说对吧 但是呢是我婆婆给我打电话说 啊那个这个钱呢你看你得拿 就好像这钱我不借不行 如果说你兄弟俩买房子我也认 毕竟就是说有我一份孝心在里头 但现在呢孝心没有我的 所以说呢孝心没你的钱还得拿 对呀 实际他说这个事吧老人买房子吧 我的爸爸妈妈在农村住着冬天吧就清了 然后就做个楼房 我是个儿子 我拿钱要不然我是应该的 他说你给你兄弟拿钱的 你写个卸条 我和我兄弟从小长大感情相当好 写个卸条那彼此之间这兄弟怎么办 那这钱你到底要不要你兄弟还吗 他要他就还呗 你听你听你媳妇就担心这个 为什么要还呢 你不是说给爹妈买的吗 但是那个我小叔子说是他出钱买房子 给爹妈住 名字写谁的 名字当然是写我小叔子的了 如果要是说写我小叔子和我爱人的名字 那我拿钱我理所应当 孝敬老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 我认为这里边没什么 就是老人住过房子我拿点钱呗 那你换个思路啊 小叔子借你一点钱 然后你孝顺父母 写你的名 这个你同意吗 这我当然同意了 对啊 我也没那么想到做这事 不是吗 还有什么事吗 事多了去了 就拿过年前来说吧 我就是给我公婆买了两件名牌的羊毛衫 当时花了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孝敬我的婆婆 过年的时候呢 我小叔子的爱人买了两盒筷子 我婆婆妹穿我买的羊毛衫 一到吃饭前拿着这个筷子就说 这是老二媳妇给我买的 你看老二媳妇多关心我呀 知道这个筷子要经常换 知道我不换 对我健康好 回忽就这么说 当初妈在班桌上说话的时候 你作为儿子 你要是跟你妈说一声 你说妈 那小菊给你买的衣服 你咋不穿 当时他就没有说呀 当时大过年的都挺高兴 我又提了一个 我说小孩子给人家捡没事的 我说这玩意 你稀有的给你买了 他一穿就穿 他一穿就不穿 前掌 咱说一个女人 结婚生孩子是大事吧 是 咱俩是原来在一个单位 咱俩认识二年 你了解我 我了解你 但是我不了解你那大家庭 我不知道你家庭对我是什么看法 你骗我当时 如果你要是不那啥的话 我心里也不会嫁到你家 骗你什么了 这么严重 当时我父母是农村的 这会比较苦比较累 说这个儿子你找这些吧 找个家庭好一点的 我说行 我说咱照个标准照 然后找个位置 我就卡上塔了 他家庭就一板 和我母亲要求那个希望嘛 有点差距 然后我又跟我母亲做了 我说他啥好 挺好 我说也是好 我说调性也好 我说你要打赢吧 我说你家庭儿就取得了 所以其实你老公是骗了他的母亲 这门婚是才成型的 是的